嘿大家好,我们现在在挪威的奥斯陆机场 然后这一次呢很开心 要开始我的徒步了 然后这一次主要就是来挪威进行三个骑士的徒步 我们今天从奥斯陆会再转机飞到Bergen 然后从Bergen出发 嘿,早安,今天是第二天 然后我们今天在Bergen 这边早上八点 我们要搭巴士到欧达 然后从欧达呢,再转巴士到这个 Totonga的这个恶魔之蛇的起点 徒步的起点 那今天就是搬很多张车 然后走到恶魔之蛇 然后在那边扎营一晚 然后后面的装备都准备好了 好久没中装了 大概有一年左右 然后这一次特别来中装一下 所以刚刚搭巴士到车上 然后现在我们在渔船上面 好了,从Bergen搭了三个小时的车 然后来到了欧达这个小镇 从欧达待会我们两点十五分 有一台车是上去到这个Totonga 就是恶魔之蛇的徒步起点 还有两个小时在这边轰轰一下 欧达是一个我觉得蛮可爱的小镇 我们从欧达坐过来P2 就它其实有三个parking P23 3是最靠近的 我现在在2号 然后先搭车到3号可以省一段路 然后简单的走 我们来到了7点 坐车可以坐到最后的一站就是这边 然后我们要正式开始我们的徒步了 我们其实是三长水远开到这边 正式开始 现在是下午3点多 然后预计5个小时 然后10个公里 我们还在找大帐篷的地方 我们上去再看看吧 希望天气保湿干爽就可以了 我们过完平路了 这边是一只网上 我们到这边 好吧 加油 目前来算也不是太难 5公里一半了 可是下起雨来了 最讨厌就是徒步 然后下雨 希望这雨快点停 OK 找到一个好景 决定在这边搭帐篷 哇 五星级景色 买了新帐篷 可以哟 第一次开箱 超开心 好 晚餐时间 看着这片景 然后 晚餐 有很丰盛的 拉面 超幸福的 这个景色拉面 OK 现在是隔天了 早上 5点钟 昨天我们就是 大概来到 六七点 然后我们就先搭帐篷 在这个 Tosanga的 山公野营 为的一个 荒野野营 然后 早上2点 已经天很亮了 所以我们决定 天过去 因为呢 如果 你是一般来回 早上海的话 我觉得会很多人 我有听说 就是人家是拍一两个小时 只为了拍那张照片 所以我们选择 就是 快分两天 然后难度减低 然后 然后 又可以 好好欣赏 这片风景 就是早上的风景 没有人安静的风景 这边真的是 超安静 就是 连风声什么都没有 安静的 好像全世界只剩下你自己 好棒的感觉 然后水超清澈的 有几间避难所 然后 可以紧急用的 床 跟 反正就是简单的 哦 还有紧急充电 重点是 它还有副充电线 好贴心啊 好了 好了 我们还有 不到一公里 我们就到了 耶 抵达 我们的 终点 下面垂直还是很高的 如果恐高症的话 会腿软 超棒 太美了 好不真实 现在官方已经不给你坐在 那个舌头上面 只可以站在 但 有一群美国人就坐在那边 如果你没有帐篷的话 他们这边也有提供帐篷 可是这个就费用比较高一点 好了 从那个恶魔之舌 结束过后 我们就往下走 我觉得这个行程还算是 呃 如果差一分两天 还可以 我觉得不是太难 如果是 方便来回二十公里的话 可能有点硬 那 如果你想简单一点 然后 给大家另外一个 爬恶魔之舌的一个 呃 方案 那接下来呢 就要下山 然后 我们还会去 另外两个石头 一个是奇迹石 一个是葡萄石 好 我们从Sparringer搭过去 然后 来到了今天要祝福的步道时 然后预计四五个小时可以完成吧 然后再搭车回到市区 啊 突然下起了 超大一只 脑碑 前面就是了 要先走在悬崖里段 到了传说中的步道时 这边 我一直下起 超高了 然后风景是真的好看 刚好雨又停了 但是 觉得人的超多 这么常拍对拍照的人 啊 那我就 不想拍了 风景超漂亮 可是人的呢 超 很多 好 接下来我们就是从这个步道时 慢慢的走下山 然后 这边 其实上来真的 不难 但是人真的太多了 因为它的 难易程度 是很低的 所以它的 呃 来的人呢 就是 城市的人也来 然后突破的人也来 然后 就大家的速度很不一样 然后步道也比较小一点 然后 上面还有排队 我不是很享受 我的断 突破 但风景是美的 就是人太多了 我觉得可能可以选择一些 所以不要 低风死起来 不要跟大家一起 一窝风飞 OK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奇迹石 就是两个悬架中间挂住一个石头 这边 要开始我们的步道 上去 所以一片猛猛什么都看不到 一段 楼平 两段 三段 现在下雨 毛毛细雨 要攀上去 这个上面 不确定的不能攀回 下雨这边 比较难爬 而且石头很滑 然后难度也比较高 看我们能不能走到过去 不能的话我们就 远路返回好了 然后刚刚我们也问那个 呃 Tourist Information的人 他就跟我们说 最好不要去那个石头 因为很滑 所以 我们 就看我们爬到吧 这个据说是上一个里面 过渡最难爬的 我们刚才从停车场 一路拉着绳索上来 超惊险的 因为下雨的关系 那石头都很滑 刚刚都摔了好几脚 现在考虑要不要 呃 时间往下了还是怎么样 这边还有一只断 这边还有一只断 OK这边上面雾气真的很大 而且超滑这个石头 我根本拉不上去 整个人 然后刚刚我看到有人下来的时候 是整个人滑着下 我觉得超危险的 所以 呃 就直接放弃这个奇迹石了 有点遗憾 但是我觉得太 不值得拿生命来开玩笑 这边真的是太危险了 下雨的话真的不建议来 OK Good Try 下一次再来 但刚刚很幸运有看到彩虹 现在还有一点彩虹 好了回到来的Stevenger 还在下雨 终于结束了三个石头的徒步 哇 这三个徒步起来 其实没有想象太难 但是就是天气的问题 所以 找到最后一个奇迹石没有去到 但前面两个我觉得都 还可以 尤其是POPPERIOSA 我觉得是最容易的 还有TROTONGA 因为我们拆开两片 其实也不难 但是我觉得又没有到我 让我很惊艳 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那希望这影片有帮到想要来 挪威徒步的你 那 我下期期影片见 拜拜